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中国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宣布 将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并推出低碳产品以增加交易量 这一举措旨在使中国成为 全球金融强国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也在逐渐增加 接下来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北部以色列海岸 发现了一艘青铜时代的古船沉没遗迹 船上的桃罐完好无损 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极为罕见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最后我们来到希腊 近期的高温热浪导致多名游客在登山途中失踪 希腊当局因此受到了猛烈批评 尤其是对于他们在极端天气下的应对措施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也引发了对旅游安全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中国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宣布 将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并推出低碳产品以增加交易量 这一举措旨在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强国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也在逐渐增加 接下来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北部以色列海岸 发现了一艘青铜时代的古船沉没遗迹 船上的陶罐完好无损 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极为罕见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最后我们来到希腊 近期的高温热浪导致多名游客在登山途中失踪 希腊当局因此受到了猛烈批评 尤其是对于他们在极端天气下的应对措施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也引发了对旅游安全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新闻0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日本的川崎重工计划在2026年前 制造日本首款地下避难所用的通风设备 这些设备不仅用于灾害应对 还有防御目的 应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北韩的核导弹威胁 接下来我们来看欧洲电动车电池行业的挑战 由于中国的价格战和美国的补贴政策 法国和德国的电池计划遇到了困难 许多公司如大众 斯特兰蒂斯和梅塞德斯 奔驰都在缩减或重新调整电池项目 最后 尽管中美两国在2023年11月达成了共同打击芬泰尼生产和销售的协议 中国的芬泰尼前体化学品卖家仍然宣称业务如常 他们通过小幅调整运输路线来避免检测 并继续在网上平台上广告销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持续进行的军队反腐运动 习近平在一次罕见的会议上强调要确保军队对党的忠诚 并呼吁军队进行深刻反思 彻底根除腐败 这次会议在象征性的重要地点延安举行 并重申了在2027年前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尽管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清除军队中的腐败 但他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会议也在中国即将举行的高层共产党会议之前召开 目的是加强军队领导层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 想知道更多详情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商报报道 左科威总统在雅加达总统府召开局部内阁会议 讨论卡通业Critum的合法化问题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科表示 政府需要制定卡通业的管理规则 以便民众能够标准化出口这种草药 尽管国家禁毒局和国家研究与创新局 对卡通业的安全性存在不同意见 但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卡通业不属于危险毒品类别 可用于缓解疼痛 印尼贸易部数据显示 卡通业出口主要目的地是美国 总额为486万美元 占总出口额的66.3% 卡通业含有生物碱类活性成分冒注木碱 具有成瘾性和类似马非的麻醉作用 长期使用会导致严重依赖 卡通树在加里曼丹地区广泛生长 有助于减缓疼痛和抑郁 但计量不当可能带来危险副作用 印尼国家禁毒局表示 卡通尚未在禁毒法中规定 地方政府无法限制使用 种植农民因经济收益而转向卡通种植 商报报道 东加里曼丹省省长阿克马尔马利克率团访问中国 透露中国企业有意在东加省投资13万亿顿 主要集中在化学农药领域 阿克马尔与安徽广性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高层会面 讨论了投资建设综合工业园区的计划 安徽广性农化副董事长郭学军已经考察了印尼一些地点 东加里曼丹省与中国安徽省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关系 为投资提供了机会 阿克马尔表示 投资总额分为两部分 3亿美元的初期投资和5亿美元的后续发展 总计是3亿顿 东加里曼丹省作为印尼新首都区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正在大力推动农业发展以支持粮食安全 阿克马尔邀请安徽广性农化的初步考察团队 前往东加里曼丹省 满足其在原材料 用地和劳动力方面的需求 并计划签署省份合作一项书 促进两省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 商报报道 海市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在关键矿产地缘政治中的 供应链动态活动中强调 印尼仍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鲁胡特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转达了这一立场 认为这是印尼外交政策的一贯性 尽管中国与台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但印尼坚持不承认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政策 除了中台关系 鲁胡特还提到其他地缘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例如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鲁胡特强调了解读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的重要性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影响全球贸易的世界大国 此外 欧洲的地缘政治状况也必须预料到 全球贸易的地缘政治因素实际上存在着三股大力量 即中国 美国和欧盟 明镜新闻台报道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后的处境显得愈发不妙 暗示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与此同时 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公众场合亲密互动 而习近平则冷眼旁观 显得格外孤立 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海警登上菲律宾船只 携刀剑进行打砸抢的行为被曝光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此外 中国央行自爆陷入两难境地 经济复苏不闻且金融风险扩大 形势堪忧 与此同时 瓜多尔宣布停止中国公民免迁入境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公民出境的困境 南海局势也不容乐观 中国新型海警船的出现更快 更具威慑力 显示出中国在南海的强硬态度 明镜想点就点节目中 普京访越南期间与越南总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涵盖教育 科学技术和油气勘探等领域 旨在加强两国关系 这被视为普京在国际孤立中寻求支持的举措 在英国劳工党新政策引发巨大争议 尽管他们承诺不会对工薪阶层增加税收 但被批评为对富人发起的全面战争 导致许多亿万富翁逃离英国 科技领域也有重大突破 英国初创公司Oxford PV 创下了住宅太阳能板转化效率的新世界纪录 达到26.9% 有望推动可在生能源的发展 在美国故事节目中 六博士和小六子为观众带来了几段 生动有趣的总统议事 艾森豪的滑稽游泳赛让人忍俊不惊 他在水中的趣事充满了幽默和欢乐 华盛顿在魔法森林中的奇遇 则充满了神秘色彩 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故事中 而杰弗逊的历史探险更是引人入胜 他在古代遗迹中的发现和探险故事 充满了冒险和探索精神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总统们的另一面 也让观众对他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美国新闻01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 首先 英伟达的豪赌正在获得回报 这家硅谷芯片 制造商凭借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市值一举超越微软和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 黄仁勋早在其他大型芯片公司之前 就压住GPU 将是构建人工智能的关键 这一赌注如今已让他成为科技界的名人 接下来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针对川普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行为 提出起诉 川普主张总统拥有绝对豁免权 最高法院的裁决 预计月底出炉 几名保守派大法官 在言辞辩论中显示出支持某种程度豁免权的倾向 这一结果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实质性问题 最后 近年来美国各地出现了一股新风潮 许多人选择租一栋全新的独立屋 而非购买房屋 由于房价和房贷利率的高涨 拥有房屋的美国梦定义已经有所转变 建来租的小区在德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 尤为兴盛 住户有自己的后院和车库 但无需承担房屋维护费用 商报 本报讯 我国财务审计局BPK局长伊斯玛 Isma Yatin表示 需要迫切向国际社会呼吁对巴西最高审计机构 SAI推动的2024年SAI20的结果 包括G20成员国和最高审计机构国际标准 InterSight 周四 29 雅加达媒体援引伊斯玛 在巴西贝伦出席SAI20峰会 G20成员国审计机构主席会议的官方声明说道 我们借此传达呼吁和整合巴西高审计机构 向国际社会 无论G20和InterSight框架内 推动SAI20成果的重要性 巴西最高审计机构 作为2024年SAI20的主办方 延续了印度最高审计机构 在SAI202023的主办国地位 以及推动印尼最高审计机构 于2022发起的SAI20 克服气候融资和对抗贫困饥饿的优先问题 南非 巴西 中国 德国 印度 印尼 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等 具20成员国的最高审计机构 参加了今年的SAI20峰会 而受邀十国及安哥拉 埃及 波兰 葡萄牙 阿塞拜疆 呃瓜多尔 几内亚比绍 马尔代夫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以及阿拉伯联合酬长国 阿联酋的最高审计机关 也出席SAI20峰会 在SAI20峰会上 一致赞同了推荐最高审计机关 符合其使命 推动透明度 问责之 效率和良好治理的SAI20公报 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关键参与者 除此之外 他还鼓励采取积极政策 来克服不平等和饥饿 通过SAI20 最高审计机构 发挥了其支持积极政策的作用 以减轻气候变化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并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伊斯玛如是说 Tohonippo 由于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Klaus Johannes 周四20日 宣布不再进逐北约秘书长 荷兰首相 吕特十月将出任上述职位 约翰尼斯 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时称 他已通知北约 不再进逐秘书长一职 57岁的吕特 自去年11月 开始进逐北约秘书长 或多个成员国支持 包括罗马尼亚 将由10月2日起 接替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吕特的政治生涯丰富多彩 曾在荷兰国内 推行多项改革政策 并在国际事务中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 他的上任 将为北约带来新的视角和领导力 尤其是在当前 全球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的议题 台湾网红与中国大陆认知作战风波 自从赖清德上任后 台湾网红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从钟明轩到五月天主唱 再到波特王的指控 这一连串事件让人们不禁质疑 这些网红是否成为了北京的大外宣工具 台湾社会对此议题的反应也极其激烈 从政治人物到学者再到普通市民 大家都对此展开了激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 黄巧文桃源20日电 台湾直篮P-League加新北国王 今天在总冠军赛第五战的差点搞砸18分领先优势 所幸历经延长赛以103比97 撂倒桃源浦原领航员 系列赛以4比1胜处 顺利拿下对时首作总冠军 新北国王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尽管在常规时间被对手追平 但最终在延长赛中稳住阵脚 成功夺冠 球迷们欢呼雀跃 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编辑龙不安为大家带来了这一阵愤人心的报道 网易 再不生孩子 韩国人可能要灭绝了 最近 韩国总统尹熙悦发出警告 由于人口持续减少 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 并誓言要全力以赴解决超低出生率问题 他强调 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 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 今年2月新生儿数跌破2万人 这是第一季度首次跌破2万人 2023年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0.72 全球倒数第一 尹熙悦总统亲自下场拍摄海报鼓励生育 但他自己却并没有生孩子 转身养了四条狗三只猫 这一矛盾行为引发了民众的热议 与此同时 中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 有些城市的生育率甚至低于韩国 这一现象引发了对未来人口结构的深刻反思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